大家好 我是翟軒 財經大白話YouTube頻道 你訂閱了嗎 趕快按下右下角的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賺大錢 歡迎收看財經大白話 每天多看五分鐘 財富多更多 我是翟軒 每天早上十點 教你怎麼省錢又賺錢 節目一開始 我們先來看財經大頭條 台美升級全球合作夥伴關係 強化台美產業鏈的結合 深化經貿往來 而央行利手 新台幣30元的防線 近來四度挑戰了二字頭 選後行情發威 可能在年前再叩關 而美中理重啟定期經濟會談 預定每半年會舉行一次 預計在15號會正式宣布 首先先來歡迎加入 我們今天討論的來賓 包含財經專家黃世聰 資深媒體人盧燕麗 還有資深分析師邱敏寬 好 我們就先來請教一下寬哥 這個選舉結果出爐 包含了這個卸票的行情也啟動 今天台股的表現如何 我們可以期待這個選後行情嗎 先跟各位報告 選後行情當然可以期待 但是來到這個地方 倒是不亦太過樂觀 為什麼 一個一個來跟各位做報告 蔡英文總統選上了之後 第一件事情 馬上會見了 美國AIT處長麗英傑 剛才其實翟先生 也跟我們念了一段 包括中美雙方以後的 互惠的一個協議 然後再來部分的話 第一個部分的話 就見了日本交流協會的會長 大橋光夫 很剛好 早上剛見完而已 下午三家外資出報告 哪三家 就這麼剛好 第一家叫做大和資本 第二家叫做野村 第三家是美系的外資叫做大摩 摩根史丹利 紛紛看深台股這一塊 可是以台股這一塊 來跟各位報告的話 台股到這地方 有位階之間的一個差別 為什麼有位階之間的一個差別 等一下我們來跟各位談 但是我們先把這個禮拜重要的事情 先來跟各位做報告 1月15號當然就是中美貿易協定 第一階段的一個簽約 目前簽約的過程當中 之前有很多的一個閒言閒語 但是大家已經說了 因為包括了英文 包括了中文彼此之間的互換 有一些時間需要做撮合 但是美國會把英文版的部分的話 全部都公布出來 一頁一頁的公布出來 公布出來的過程當中 會對第二段的一個簽約 第二段的一個談判 產生非常大的一個影響 但是就目前來看的話 1月16號對台股來說更重要 為什麼 第一個 台積電它要開法縮會 可是台積電它要開法縮會 的一個過程當中 它倒是先熱身了 台積電素來很少 對於單一客戶 或者是對整個企業未來 去做說明 但是各位 最近三星頻頻在發言 一下子說他們已經衝過了7奈米 來到了6奈米 一下子說他們的5奈米 3奈米要做試產當中 結果台積電我們就可以發現 他們就慢慢的發出了那種愛愛內涵光 台積電最近說了什麼 台積電說 以同質晶片來說的話 台積電所做的 它的內部的密度增加15% 它的省電係數比競爭對手 他沒有說三星 他沒有說三星 他只說 他比競爭對手的一個不能的話 要省電30% 而近期的一個不能的話 所有的外資紛紛對於台積電 2020年的一個獲利再往上調 台積電之前的一個獲利 因為台積電在2019年 第四季度的獲利當中 真的是跌破大家的一個眼鏡 拿出了非常好的一個成績單 標準的淡季不淡 而今年5G要做投產的一個動作 近期又發布了一個新的一個訊息 談論到什麼 這一次5奈米的過程當中 目前試產實驗 請各位聽好 試產實驗的過程當中 他們目前的良率是80% 所以就目前來看的話 台積電的架構是走得很好的 但是並不是每檔個股都走得非常棒 上個禮拜先跟各位報告 這個也是大家都在注意的是國劇 國劇上個禮拜的過程當中 一週下跌了16% 原因是哪邊 原因是因為它要做股本的擴充 它要發展GBR 目前來看的話 因為國劇的修正 也讓國內的被動元件相關的 跟國劇家族所有的一個個股 也產生修正 但是目前來看的話 低基期這部分的個股 表現得非常好 低基期的個股 包括了群創 彩晶 友達 這塊都是市場上非常大家注意的 而目前來觀察的話 包括了新興 華通 金像電也表現得非常非常好 台股我認為卸票行情可期 但是對於指數的部分的話 大家不用期待太多 低位階的個股 會表現得比較好 好 謝謝寬哥的分析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這個國際消息 美國和大陸即將在這一週 簽署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 詳細情況我們連線 國際中心記者朱芳怡 經過將近兩年的貿易戰 美國跟大陸 終於要在本週十五號簽署 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大陸副總理劉鶴今天啟程前往華府 美中也打算未來每半年 舉行一次經濟會談 這是從小布希跟歐巴馬時期 就採用的機制 不過川普上任後 為了打貿易戰就取消了 川普也說第一階段簽署過後 就要啟動第二階段談判 外界預期可能要求大陸 進行結構改革 另外有買美股的人 可以關注一下 華爾街分析師列出 二零二零年的首選股票 首選個股是今年大力拓展 早餐市場的麥當勞 根據NPD市場調查數據顯示 越來越多美國人選擇到素食店 購買早餐 二零一四年開始 素食餐廳的早餐萊克數 成長將近一成 午餐跟晚餐的萊克數 則是持平甚至微微下降 麥當勞推出多種早餐搶工市場 再加上積極用APP等數位行銷稀客 被分析師看好 另外蘋果 迪士尼跟Netflix 也因為影音串流平台 受到分析師青睞 再來看到英國即將在31號脫歐 二月開始進入過渡期 接下來的重頭戲 是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 跟歐盟展開貿易談判 不過歐盟主席范德萊恩 已經放話 就算整整有一年的時間 也不可能達成完整的貿易協議 希望英國延長過渡期益 這和強生的立場不同調 未來一年兩邊還有可能陷入相距離 好 接下來我們連線 富蘭克林投顧副總羅悠美 我們要講到的是說 這個美衣關係緊張的情勢 真的緩解了嗎 像是劉鶴今天還赴美簽訂 第一階段的協議 整體的美國經濟市場 我們究竟該看好還是看壞呢 整體的焦點會從上個禮拜的美衣情勢 還是回到美中貿易談判 因為這個禮拜三也是台灣時間 禮拜四早上會公布 如果會完整公布內容的話 那市場會一定會仔細的去研究 也就是在目前美國比較強硬派 似乎會不太信任在這個過程當中 中國會完全實踐 那所以中間如果有一些條款是關係到 目前有一些傳言是如果有90天 有些爭議的話90天沒有辦法解決的話 雙方是不是有權是不繼續遵守這個協約 所以我們先回到如果目前這個禮拜 有可能是利多出境 那短期有可能簽約之後 應該也不會馬上就撕破連 又開始有新的變化 但是蜜月期有可能在第一季 其實他還有機會至少先維持一些和平 那所以第一季我想是投資的好的時機 那之後的話大概目前看起來 雙方都會設一個特別的辦公室來監督 這個執行的狀況 所以我想後續是不是在美國選前 還有機會還有可能 重新又有美中貿易的爭端 這個的確也是不排除這樣子的可能性 所以回到美股的操作策略的話 那在2019年當事情 美中貿易談判有一些反覆的時候 建議投資人都還是兩手策略 因為美中貿易談判 畢竟是科技類股就是在劍拔奴章的時候 它是屬於最影響最大的 所以兩手策略就是 第一季其實沒有美中貿易談判的一些紛爭的話 其實科技類股目前看起來還是領盤的一個重點 但是一旦有一些獲利了結賣壓的話 其實資金會轉到比較防禦型高股息的 包括像是公共失業以及醫療類股 所以我想在投資人的操作策略上面 在第一季可以偏激幾 但是之後我們後續就再繼續看一下 美中貿易在遵循這個協議的一個程度 來做操作 下一段我們要接著來看 這美衣緊張的情勢似乎還沒有結束 雙方是狠話落盡 而美衣的情勢是否還在悶熟中呢 馬上回來財經大白話